詞曲 李 rose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每次聽到你總是大風氣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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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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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这两个字的发音确实很像 王房二字的发音非常接近 他在病中口齿不清 抑或是小桃没有听清楚 小桃啊 你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这两个字太像了 当然有可能 如果一个军官在昏迷中高喊 房将军水里有毒 那么这个人除了廖文青 还会是谁呢 大人说的对极了 我也这么想 远方 原方 大人 您回来了 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客人 是谁呀 您来看看 夫人 是你呀 老爷 老爷 坏先生 别来无恙了 看样子今夜原方的收获不小 不但救出了狄春他们三人 还带回了一位贵客 坏先生 为而惭愧 行事鲁莽 险些酿成大祸 好了 夫人 就别埋怨自己了 你说错了一点 坏先生并不姓坏 我的真名叫狄仁杰 狄仁杰 就是那位一端暗明文天下的宰相 狄仁杰大人 现在早已经是个治室的闲官了 你 你真的是大名鼎鼎的嫡公 夫人也真是的 这还能有假啊 民女威儿不知嫡公身份 行事无礼 望大人恕罪 好了 夫人请起 一人节 吕刺蒙夫人你搭救 感激还来不及呢 怎敢怪罪于你呀 夫人 这位便是梁州刺史曾太大人 夫人不必多礼 狄宫是我的恩师 这儿都是自己人 那位是小桃姑娘 你见过夫人 该介绍你自己了吧 李将军 我答应过夫人 待时候到了会把观屏给你看 都不愧 都不愧 千牛卫大将军 难怪狄春说你是正三贫 原来千牛卫是皇家位帅 不瞒夫人 我与元方是同贫不同质 卑职惭愧 大爷 刚刚我在外面听到 您断定那个受伤之人 便是失踪的副将廖文清 预住了 我们走走 昨日当曾兄在后堂说起此事 我就有些怀疑 失踪的副将和重伤的军官 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卑职又觉得事情太过凑巧 在往常的断案中 这种巧合的几率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就没有说出口 可这两日卑职通过对他的观察 这种感觉就越发的强烈 尤其是今夜小桃对我说 他在昏迷中高喊 王将军水中有毒 不错 如果将王换成房 那么此事就已经很清楚了 天方啊 这就是我将你留在梁州的原因 大人 看来您早就想到了 还记得吗 当时我曾经问那名龙武卫的赤猴 见到廖文卫之后是否能够认得出来 不错 不错 因此要想证实他的身份 其实并不难 将那赤猴传来 真相便立刻大白 恩师 是 学生马上去办 嗯 去吧 嗯 元方啊 将我们走后 梁州发生的事情 对我详细地说上一遍 好 那卑职就从头说起吧 好 次氏大人 走 怎么了 次氏大人 大人 这就是您走之后 梁州城发生的所有事情 您是说今天赏武 曾有一支天驼商队出城 正是 站住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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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次氏大人的禁令吗 队长 辛苦了 您看看 这里有次氏府的批文 文医 不瞒您说 就怕是啊 他们持有次氏府的批文 上面说 这支天驼商队有可能感染了瘟疫 为怕在城内引起恐慌 因此放他们出城 将尸身掩埋 瘟疫 正是 此时府公文上是这样说的 车上的尸身你检查过 真的是天驼人 是的 天驼商人 天驼商人 大人 您与曾兄率人追查 响银的下落有结果 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 前天夜里我们率军赶到古堡 然黑衣舍的歹人已经撤离 而且将所有的响银 秘密地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 大人 自你们那天逃出古堡之后 王强就觉得事情不妙 他立刻安排转运地厅中的货物 如果按您刚刚所说 那些大车上装载的 就应该是朝廷的响银了 现在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你可知道他们将响银转运到了什么地方 当时我潜入地厅暗中观察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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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快点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与我们探查 荒山古堡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我和曾泰率军沿暗道向前追赶 大概在天明时分 我们来到了一座四面都是绝壁的死骨 山谷中没有通路 那是通往黑衣社总坛 黑暗之山的必经之路 那座峡叫死亡之谷 据说 即使在黑衣社中 也只有九个人才能通过那里 哪九个人 大人可能不太清楚 黑衣社的建构其实非常简单 社中有一位总领袖 黑衣天王 着绣金黑袍 被社中人称为天王 旗下 是按八卦方位排列的八位圣骑士 前卫 坤卫 震卫 更卫 梨卫 坎卫 对卫 和迅卫 社中称之为圣骑士 灼橘色黑披 再下面 则设有三十二座天王庙 一百零八位黑衣圣士 每一位黑衣圣士 统辖五至十名下属 而黑衣天王和八位圣骑士 每月两次聚首 称之为月翼 也只有在这两天里 只有他们九个人 才能经由死亡之谷中的暗门 到达黑暗之山总台 是这个 那么 死亡之谷的暗门究竟在何处呢 不瞒大人 一年前 我趁王强不在宝内 沿暗道进入死亡之谷 就是想要找到暗门的所在 可是一番探查下来 最终也是费然而返 恩师 怎么样 曾太 已经吩咐下去 赤猴一会儿就到 大人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 可以肯定 王强已经将响吟 运到黑暗之山中隐藏起来 响吟并没有运到黑暗之山 大人 您是怎么知道的 车折 车折 你刚刚说 要进入黑暗之山 就必须首先通过死亡之谷是吗 正是 今晨 我和曾太 率军对死亡之谷进行了彻底的搜索 熄灭火把 是 恩师 这 这座山谷是条死路 而且这条小屋也不可能走车 难道这些人会飞不着 在那里并没有发现 但是的确是非常蹊跷 大人 那后来呢 后来 我们赶回到古堡 在那里发现了 这个迄今为止我从没有见过的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案 是什么命案 二十几名守卫古堡的军士全部死亡 是肾上没有伤口也没有中毒的迹象 死者面目栩栩如生 而最为奇怪的是 古堡中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迹象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大人 没有伤口 又不是中毒 面目保持完好 古堡中 又没有可疑的迹象 那 那人是怎么死的 元王啊 这是真的 不光是守卫古堡的君族 更为悲惨的 是洪家保存 洪家保存 我们村 先生 我们村怎么了 小桃啊 先生 行事不周 对不起你 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 也对不起七户叛月 先生 村里究竟怎么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龙家保全村四十五户人家 两百余口 加上七户叛月全都死了 好 七户叛月 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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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月 叛月 是 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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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七户叛月都死了 当时我怎么不留下来死 血糖 那景象真是太过分了 所有的人都像活着一样 可每个人又都已经死了 是谁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难以判断 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 洪家宝村的死亡现场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 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如果说勉强有些发现的话 那就是和荒山古堡的死亡现场一样 都发现了一些 类似于尿粪的小红点 大人 这红点我也见过 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第一次夜谈龟翼伯府的那个晚上 龟翼伯 那天夜里我潜入伯府来到后园 发现那里停着几辆马车 好 好 好 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 偌大的一辆马车中 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些稻草 和与这手帕中 相同的小红点 后来呢 后来 我只觉得手指一阵刺痛 细看之下 实指出被什么东西刺破出血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 便潜入后堂 寻找狄春三人的下落 不想刚走了几步 便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 自此便失去了知觉 多亏夫人救我出来 远方 刺破你手指的东西 你看清了吗 没有 但后来 我细细回想了一下 很有可能就是 关在笼子之中 那些不见首尾的神秘之物 那你认为 自己晕倒在后堂 就是因为手指被刺伤吗 虽然不能完全肯定 但除此以外 卑职再也想不出其他原因 大人 远方这些年跟随在您身边 大小案件经历无数 夜茶暗探 更是多得无可计数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想重周暗时 被之身中数十箭 却仍然保护了 李凯顾和丘境的安全 然而此次夜探 竟然莫名其妙地 昏晕在伯府的后堂之内 这难道不奇怪 远方啊 对你的能力 我绝对相信 但是你能肯定刺伤 你手指的神秘之物 就在大车之内吗 应该可以 不过是实之处 被刺破了一个小小的伤口 竟致使你昏晕倒地 这种东西的可怕之处 由此可见 可它会是什么呢 就目前来看 如果我在 王强那一伙人 又为什么要使用这种东西呢 夫人 大人 小宁现已逃离伯府 夫人的称呼就免了吧 叫威尔 叫威尔就行了 好 威尔 据你分析 这种神秘的东西会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王强说起过 那么你知不知道 那天晚上 在威尔博府后院 几辆马车当中装的是什么 不知道 这些事情王强从来不对我说起 我只知道 这次王强赶回梁州 似乎是要与什么人进行交易 交易 好像是的 曾太啊 这个龟一伯是什么来历 龟一伯是太宗皇帝亲风的伯爵 位在正无品上 自太宗朝而今已传有三代 这一代龟一伯名叫王强 此人身居简出 很少与旁人接触 即使出现 也是面带同照 不宜真面目是人 是的 学生不道人之时 他曾来赐师府夜见 便是这套装束 然而 这个王强虽归为伯爵 为人却从不张扬 在梁州城中的口碑很好 刚刚听原方说起 龟一伯府发生的事情 学生便觉得非常纳闷 王凯怎么会与黑衣社的歹人 有所牵连 大人 曾兄 你们可能有所不知 这龟一伯王凯 和黑衣社逆魁王强 是亲兄弟 有这等事 威儿 你说说吧 李将军说得没错 这兄弟二人 都是黑衣社的属下 他们表面以爵位为掩护 暗中却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是这样 那么威儿 你又是为什么 要潜入王强的身边呢 这个问题 李将军曾经问过我 现在 是将真相和盘托出的时候了 狄公 刺史大人 李将军 黑衣天王你们都知道吧 嗯 黑衣天王王险 就是我的先祖 什么 黑衣天王是你的先祖 正是 你们可能并不知道 王险其实是一位女子 南北乱世时 从西方涌来了一群武士 这些人黄发碧眼 壮弱妖魔 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甚至生食人血 当地官府几次发兵 都被他们打败 而且损失惨重 自此后 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再也不离此事 当时 我的祖先王仙儿 就住在王家堡 哦 就是我们曾路过的 那个王家堡 嗯 正是 他幼年之时 父母双亡 跟随当地的一位僧人 练就了一身毫武仪 眼见羊妖作乱 危害百姓 他便组织起本村的青壮年 一举山势设下埋伏 又羊妖上钩 果然 羊妖率队前来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而且死伤惨重 这一下 王仙儿声名大造 父亲的百姓纷纷来头 十天之内 便聚集了数千里 由于她是女儿之身 深恐众人不服 王仙儿便将名字 改为王贤 作战时身穿黑袍 并戴上青铜所制的面具 这支队伍作战勇猛 每战必破洋妖 而王仙儿更是身先士卒 加之她爱护百姓 除强服务 因此在当地深受爱戴 久而久之 竟被奉作神明 成为黑衣天王 大人 我说黑衣天王庙中的塑像 都是身穿黑袍 面带青铜面具 原因竟是这样 不光是塑像 就连现在黑衣社的歹人 也是这身打扮 不过区别在于 王显是为掩盖其女儿之身 而他们 则是为了遮盖阳妖的面孔 哦 那么既然王显是以诛灭阳妖 包一方百姓平安为宗旨 可现在这个以王显为神的黑衣社 为何行事如此的阴险歹毒 以致肆虐地盘剥残害当地的百姓 哦 两天前我们在洪家堡 当场俘获了两名黑衣圣使 据他们交代 现在黑衣社中 有很多都是西洋人 而且是紫城副业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大人不要着急 听小女慢慢道来 你说吧 因王显在作战中 俘获了很多西洋武士 有一部分自愿投诚其麾侠 这样他便编制了一支西洋战队 主要用于对洋妖的各类战役 这个西洋战队中的武士 就是目前黑衣社中 黑衣圣使们的先人 哦 原来是这样 随着王显在干粮一带的声望 越来越高 当时的前随皇帝杨广 封其为干粮王 管理干粮一带 即至本朝太宗皇帝 一统天下 干粮归属 王显主动投诚 献出干粮王之印 被太宗封为龟一帛 哦 这一举措引起下属的不满 他们暗中使用轨迹 将王显骗入古堡中毒死 并派人追杀王显的家人 当时 一些忠于王显的部众 保护其家逃离梁州 在武威张燕一带混入民间 自此生根繁衍 然而家族血仇终不能忘 世世代代 王显的后人 都以消灭黑衣社为己任 哦 我现在明白了 你是王显的后人 潜入王强身边 就是为了伺机消灭黑衣社 报家族大仇 正是 那么 这个黑衣社又是怎么组成的呢 当年 王显被属下毒杀之后 这些背叛者便重新选出了一位首领 此人名叫王萧恩 就是王凯和王强的祖父 哦 王萧恩一面向朝廷谎报 王显身患重病而亡 一面在暗中组成了黑衣社 将自己的势力转入地下 朝廷不查之下 将爵位转封王萧恩 就这样 黑衣社便借助朝廷熏风 表面重成老实 而暗地里却在梁州一带 经营着自己的势力 因为王显在干粮的声誉极高 他们便仍然以王显为神 利用从西洋人那里学来的一些机关手段 制造各种幻象 欺骗鱼肉当地百姓 来达到他们肮脏的目的 数十年间 他们发展起三十多座天王庙 即此控制梁州附近的四乡八镇 并竭力寻找时机 恢复往日的辉煌 嗯 之前你曾经说到 黑衣社 他的总领袖是黑衣天王是吗 正是 那么 这个人是不是王凯 或者是王强兄弟二人当中的一个呢 有可能 如果黑衣天王真的是他们其中之一的话 那我想王凯的可能性更大 那王强呢 我曾多次偷听王强的属下说话 那些人都称他为圣骑士 也就是说 王强是八个圣骑士之一 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 王凯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凯这个人非常神秘 自从我进入伯府到现在 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 是这样 是啊 每次见面他都戴着青铜面具 这一点狄春他们是知道的 哦 老爷 不错 从我见到他那天起 他便戴着面具 狄春啊 你们在伯府遇到伏击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啊 我们带着信来到伯府 按您的吩咐把话说了一遍 这时候半空里传来一个声音 要我将信放在门前 我按他说的做了 大门便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 大门又打开了 一个丫鬟将我们引到后头 对 支持我们 对 不合你 大门便 bakın 下车 这 你们这是做什么 别动 是谁让你前来送信 这几天来王凯一直在逼问我 那个要我前去送信的夫人究竟是谁 威儿 你是何时卧底到王强身边的 大约两年前 都查到了什么 开始一切都很艰难 几乎没什么进展 然自去年 我将梅香放在王强身旁 事情出现了转机 几天前梅香告诉我 黑衣社正在策划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这个阴谋 则是要利用即将发生的大地洞来完成 他将消息传递给我 当时我通过偷听王凯和王强兄弟谈话了解到 黑衣社的九位统领 每个月都会有两次阅异 每一遇重大事件 聚首商业的刺势会更多 当时我想 如果梅香能够利用这个机会 跟踪王强 找到黑暗之山的所在 探查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 那么破解黑衣社便指日可待了 果然梅香不如使命 几天前的夜里他悄悄告诉我 王强马上要到黑暗之山 他准备暗中跟踪 然而这一去就没有回来 看来梅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只是在逃离的时候 被王强等人发现 一路追杀 直到被我们救起 当在古堡中 您对我说起梅香已死时 我的心都凉了 当时我想 可能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走 维尔 你看看 这条腰带上的两排刺绣图案 究竟是什么意思 大人 这腰带上绣的 是古堡机关的启动标志 这些标志 我们早已掌握了 大人 这个四方形套椭圆和太阳形的标志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啊 我也正为此事惆怅 这个四方形的标志 就出现在死亡之骨的绝壁之上 然而我却遍寻不见 里面套着的这个椭圆形 和类似太阳的标志 哦 我曾经命军士使劲暗压这个四方形标志 却毫无动静 不知道梅香留下的这个图案 对 究竟是什么意思 哦 威儿 这条腰带 我现在正式交还给您 嗯 对 大人 是啊 威儿愿意协助您击破黑衣社 因此这条腰带 还是由您来保管 谢谢 我想我日后肯定派上用场 是 这样也好 是 大人 要不要将此事奏名圣上 查查归翼伯府 也许能够发现一些端倪 我看不可打草惊蛇 而今有太多的秘密还没有破解 线索都指向归翼伯府 比如说那种杀人于无形的神秘之物 究竟是什么 黑衣社豢养这种东西的目的 又是什么 王凯究竟是不是黑衣天王 大漠中劫持响吟的真相 到底是怎样的 要想真正解开这一个个谜团 龟翼伯府的位置至关重要 一旦我们贸然查抄 令王氏兄弟察觉 这二人定会使用诡计逃脱 而黑衣社也再不会用龟翼伯府作为秘密联络点 对于我们来说 便失去了唯一的查案线索 这样做不但无法查出真相 还会令调查陷入困境 因此目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们为好 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坐实王凯的罪名 一旦弄巧成拙便不好收场了 恩师所言极是 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将王凯绳之以法 那么他必定会拒表朝廷告状 万一圣上跪罪下来 我们就被动了 因此而今之计还是暗插为好 不错 曾太 自即日起 你派人日夜兼师归一伯府 一旦有风吹草动 马上向我禀报 是 连日劳顿大家都辛苦了 现在夜已经深了 曾太 元芳 烦劳你们将大家的下处安排妥当 都回去安歇吧 恩师请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请恩师和元芳在正堂安歇 东跨院已经打扫出来了 威尔夫人和小桃暂时住在那里 李春 张幻李朗 在 你们委屈一下 就在西跨院中住下吧 好极了 正好可以照顾病人 先生 我也要照顾病人 住得太远的话不太方便吧 好 我看这样吧 曾太 让小桃还是住在西跨院中 那也好 我去安排 好 威尔夫人 李春 我们走吧 好 请吧 请 请 好 吩咐下去 这位嫡先生是本周的恩师 你们要小心伺候 先生有须必应 无感怠慢 小心则事 请大人放心 请大人放心 你们刚刚看到一条黑影跑过去了吗 没有 怪在 刚刚刚舞头巩馆船船舆 就看到那边有条黑影跑过 有条紧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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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件怪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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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